这道菜我认为是洋葱最好吃的做法 没吃过这道菜的一定要试试洋葱切块 碗中放生抽 老抽、蚝油、白色的盐、鸡精、淀粉 加水搅匀备孕 油热三个鸡蛋滑出成酥 留底油蒜末小米椒爆香 下洋葱炒至断生 加青红椒木耳翻炒几下 倒入鸡蛋 淋入调好的料汁 大火翻炒均匀即可出锅